EZ玩具 前提我而去 的時間了 對 但今天 沒有離我而去 因為 錄到現在 終於有贊助商了 耶~~ 你們今天有贊助的 錄影他們5 外 對 今天這一集的東西 我本身就一直非常想要 剛好得到一個幹麻贊助商 在介紹這個東西之前 我先來講一下 今天不是要介紹這一個的差期 但是這個差期 對 他會講話 然後表情也蠻生動 而且還會走路 然後我下次會介紹他 其實這個是我一個朋友 然後他也是很喜歡迪士尼的東西 然後賣很多玩具 你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有愛的話可以跟他賣 然後也可以說是 好不好 他會送你生命小禮 好 然後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也是拜他做次的 這一組真的很屌 但你可能看完這個影片 你可能就要噴兩千塊左右 但我覺得必買 如果你最近沒錢 你可以先灌掉這個視頻 等到過一陣子 就是你有錢然後再開來看 好 快速上道具 欸 等一下不對 但有可能 到時候就賣不到了 所以 我覺得你還是把它看完 然後先買 OK 快速上道具 沒錯 就是這些 我帶雙的小物 就是美國賣人好 跟玩具人好玩 四出的兒童餐的玩具 等一下我們一袋一袋猜 猜完啦 我就邊猜邊講 然後你們就會一邊想要 好 那我們 因為他有 他總共有十款 每一款都有一些角色 所以十款以後 你就可以把這些全部拼起來 拼成電影第四集裡面那台 RV錄影車 對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 從一號講到十號 然後講完 我們再把它裝起來看一下 GO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從一號 80 Light Ears High Striker 八思光年 彈跳 衝鋒 應該可以這樣的方法 然後來看一下內容物 一張說明書 有一張彩票 這個彩票 就有點像在遊樂場玩的時候 會吐的那種殘卷 然後上面會印角色這樣 然後每一張的彩票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看它上面的說明 應該是給爸媽用的吧 它是寫 Hey parents enter for a chance to win 然後就是進麥當勞的APP 一筆掃描 應該是可以抽獎 他說一個號碼可以抽一次 但是我連不進他們的網頁 然後我下載APP之後 它也進不去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鎖國外IP 所以我沒辦法幫大家測試 然後這個就是 彈跳重逢的巴士 這個巴士我覺得還算可愛 但它上色就是 蠻差的 像它胸口就綠色 按鈕應該點一個紅色吧 但是這種兒童餐玩具 我覺得也不能太嚴格的去要求它 但這隻巴士我覺得算可愛 還有一個這一個 一號這一個是 RV錄影車的車頭 看出來是個車頭吧 然後這上面 都是要用貼紙 對 我很不喜歡的貼紙 但這個 對 兒童餐玩具沒辦法 一定 你也只能貼 因為不貼的話 它可能會有點太素 然後這邊要貼這個 然後還有兩個車燈 然後還有車皮 然後車牌的意思 我至今還是不喜歡 然後它 這樣是一個車頭 然後這樣看 就很像遊樂場那種設施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玩具 的說明書 上面是說 巴斯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按下去它會射起來 按下去它會彈起來 很兒童餐啊 但很可愛 沒錯 這個 巴斯衝鋒著 好 我們先放旁邊 好 接下來是二號 Wake and Alien 重擊三眼仔啊 來 我們直接拆開來看一下 這裡 對 一樣也是一張 說明書 說明書的正面都是一樣 然後後面會有 單獨介紹這個玩具玩法 跟下面大概幾個組合 這樣 一樣一張彩票 這一支是橘色的 然後角色 這樣 然後 這支是一個 RV錄影車的車頭 看得出來 是車 車子的上方 然後這邊 這貼紙 它這邊剛好有一個東西 擋 比較難貼一點 正面是錄影車 翻過來 這樣 就是一個很像 遊樂園那種 垂地鼠的機台 有沒有 機台的前面 這樣 然後這邊有 三隻三眼怪 可以 按下去它會 有點像 打地鼠的感覺 還算猛 打下去 這樣 對 裡面好像只有 這一個有三眼怪 然後它前面這一個 三眼的貼紙 我覺得也 還蠻可愛的 好貼紙啊 然後二號就只有這一個 只有這一個零件 好 我們一樣把它放在旁邊 好 接著來看 三號 Boppies Bottle Blaster 寶貝的爆破瓶子 這都是我自己翻的 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 這很怪我以前的英文老師 然後 然後 有一張藍色彩票 好 裡面有 這一次是 這看起來是一個 RB露營車側邊 但我不知道是哪裡 然後還有一個 寶貝的人 好 貼紙 瓶子 它的瓶子就是 三個曲 上面有印 沒有 怎麼不是印兩啊 好奇怪 然後貼紙就是貼這一個 跟輪胎 然後還有一個姿姿妹 它上面是沒寫過貼 可能在找個地方把它貼 這個貼紙就蠻不優的 你看這上面 這個邊邊就有點明顯 輪胎看起來還行 但真的不喜歡貼紙 然後側面是這樣 三個瓶子的樣子 然後你把這個瓶子刨下來 它就可以放在這 然後寶貝放在這上面 放在這上面之後 就轉這邊這個輪胎 寶貝就會跟著轉 然後就會把瓶子 打倒 很小朋友 但我覺得這個寶貝還算可愛 這個寶貝它縮的 Q版程度我覺得還蠻算可愛 然後頭可以轉 這個玩的就是比較小朋友 我已經是個成熟的大人 好我們就先放著看下一 接下來是4號 是Frocus TAS 就是投擲插旗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有個插旗 好像說明書一樣 彩票 藍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梯子 然後這個是 我不知道是哪 可能應該是側邊吧 這個看起來也是RV錄影車側邊 它有個梯子 但它這梯子應該是沒辦法裝在這什麼 這一面 轉這一面這樣看的時候 這邊 是一個垃圾桶 然後說明書上是怎麼把它放在這上面 X旗放在這一個圖 欸對耶 剛剛沒想到這個X旗 這個X旗我覺得 還算蠻可愛的耶 說的蠻可愛的 然後它腳上這個彩虹這邊是貼紙 對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這樣 然後它把X旗投進垃圾桶的一個 小玩具 蠻難的耶 有沒有 有沒有 誰最棒 我們是誰最棒 那我們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5號 吳迪斯BrumBum 就是 吳迪的氣球爆炸 好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裡面 來 公民珠一張 然後 海標一張 然後 然後 吳迪斯 然後 一個也是一個側邊 然後又是這種 自拍的氣球 沒辦法 這個 這裡都是合同唱玩具 不能用太嚴格的標準 來斷定它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側面 側面這邊貼紙 我是選 這次有三隻的 戰鬥員卡爾 我是貼他們 然後它裡面的樣子 是有點像 射飛鏢的感覺 這邊是一個平坦 然後這邊 就插這個紫氣球 我來看一下做法 然後就是把釜底放到這個上面之後 因為它手是有點彈性的 所以你就是把它 凹過來 然後放開它就彈過去 彈過去 然後把那氣球破掉 有點牽強的玩法 對 然後這個 湖底 這個湖底的人 我覺得就沒那麼可愛 就是它說的 感覺很奇怪 我覺得可愛度是 沒那麼高 然後背後有點浮衍 然後臉上有一點綠色 但我覺得這種 就隨緣了啦 對 這隻我就覺得 還好 沒那麼可愛 然後這氣球我也 不想拍了 本身它的玩法 大概就是 將將將將將 把它摸掉 挺飛的 我覺得這組最好的 就是這裡有三個戰鬥員卡 好 接下來是六號 Duke Karbon's Wii Jump 就是卡蹦公爵的 Wii 跳躍 這個Wii 我不知道怎麼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內容物喔 一樣 雙米追搭 彩票一張 彩票是橘色 你剛剛有嗎 卡蹦公爵一個 然後它這個卡蹦公爵 我覺得還蠻逗的 就是它縮小之後 我覺得它把眼睛 直接印在這個罩子上 我覺得很可愛 亂蒙一把 披風扇這個也是貼紙 我覺得這個卡蹦公爵 整體是蠻可愛的 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也是側邊的 對跟剛剛那個 LOGO那邊一樣 這貼紙也是 有點傷心的 然後它這一面是 一個跳台桿 然後跳台這邊也有 印上一個 有點像丟球的 有垃圾石 好我看一下說明 然後它就是可以把它 從這邊插進去 感覺乖乖的 按下這個 它就會彈 它就會使出它的 WEE JUMP WEE 我一定要升級都這樣講話 WEE 好我們來試試看 好然後它就是 暗然就會彈出去這樣 我們來試試看 WEE JUMP 見證奇蹟的時候 唉唷 其實滿 WEE 這樣 這個跳跃度滿強的 不愧是 加拿大最強的特技車手 卡蹦公爵 再一次 還可惡 再一次 我要接住它 唉唷 太晚了 還滿可愛的 好分它也是側邊 好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 7號 JC's Drum House 這是傑西的 彈跳房屋啊 欸綠色的彩票耶 剛剛好像沒開過 欸這個蠻可愛的耶 我上面怎麼沒有三眼 不要三眼 這個是一個 RV的側邊嘛 然後我貼了 窗戶有O型的 貼紙 然後底下它還有一個 RV的紙 然後這個結石 這個好大喔 這個 這個 怎麼看起來有點可怕 這樣是對的嗎 這看起來很像 一種 酷型耶 我看一下說明書 喔真的就只有這樣 然後它就是 這個是它的底座 把它插上 就這樣 插上就這樣 它這兩隻也是有點 彈性的材質 可以這樣吧 那這不是房屋啊 房子在哪 騙我 對 反正大概就是一個彈跳感 這個脆色的人喔 其實我覺得做得算蠻可愛的耶 可惜它是跟著繩子綁在一起 它無法安獨拿下來 不然我覺得這隻蠻可愛的 就一定要綁住這兩個棍子 他說它的玩法是這樣 就是你往下拉 然後它就會彈起來 比較小朋友一點點 下一個是8號 Duck and Bunny School Derby 就是鴨爸跟兔仔子的 松鼠 Derby 松鼠 Derby 是誰啊 我來看一下 蠻珠 欸這個只有一片耶 然後還有一個彩票 我來看一下 喔 它就是說你這邊 它是一個 你轉這個轉盤 你轉 然後會有 加1-1加2之類的 可能就是一人扮演一個 風主 Derby 兩個人去轉 然後看誰先達到目的地 它玩法應該是這樣 但我覺得 這個上面的鴨爸跟兔仔子 我覺得算蠻可愛的耶 算它的上色有點 沒那麼精細 但是整體我覺得像這樣放著 就是一個蠻可愛的背景 挺讚 啊這個是修 喔對這看起來是修旅車屁 因為這邊有個備胎的感覺 這個配色我覺得 搭小玩具的背景 一定一定讚的 啊這個就這樣 覺得這集拍好久 這個是9號 Ricks and the Trixie's Hammer Time 爆爆龍跟 三九龍 三九龍叫什麼忘記啊 Trixie 它們的槌子時間 好 哎呀 終於出 彩票 這個是 這個看起來應該也是 修旅車的側邊吧 因為側邊有很多窗戶 然後這邊我是貼了 牧羊女的羊跟 小奶油 它還有全素的貼 對當然全素我就忽略了 然後這一面 這一面有點像遊樂園 你看它這邊就是一個草地 然後有爆米花雕 然後這邊背景之中有一個摩天輪 這個槌子上面有 有爆爆龍跟三角龍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拉桿 然後說明書上就是說 你上下動 然後它就會 它就會旋轉 這個應該是怎樣你知道 這應該就是 讓有一些想把手伸進去 電風扇裡的小朋友玩的 但手伸進去電風扇裡的小朋友玩的 但手伸進去電風扇裡 請不要模仿 但這個爆龍跟三角龍 長得還算可愛耶 我覺得跟 也可以當一個不錯的背景 我覺得它們是不錯的背景型 好 最後一個10號 Gabby Gabby's Touring Teacup 蓋筆蓋筆的旋轉插杯 好來看一下 這邊是黃色的彩票 剛剛有拆過嗎 好裡面還有個蓋筆蓋筆 然後還有一 欸這片好小喔 這個就是車的另一面 剛剛只有資本以上 然後另一面是這樣 然後這邊我貼蛋頭跟蛋頭太太 好這個就這樣 這個就是很常見的 惡痛艙玩具類型 就是你轉A 然後B會轉這樣 轉輪胎這邊 Gabby Gabby會轉 欸 有點空虛 欸 但這個Gabby Gabby 我覺得沒有很像 它沒有雀斑嗎 還是怎樣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還好 沒有很像 對 好看到這邊你應該心動指數是重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圖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還好 沒有特別吸引我 但我看到後面那張圖的時候 我嚇到人 對沒錯 它就是可以把這些拼成一台 阿V秀旅車 好我們現在要來把它拼起來了 我看一下說明書 其實挺簡單的欸 嘿 哎唷 馬上一台錄影車的側面 猛然而生啊 這樣 就有 錄影車的另一面了 這兩個 拼起來 這已經蠻聰明的欸 挺好捏 然後最後再把三眼 三眼果然是重要角色阿 應該合體 喔原來插旗的 那個 踢子是這樣 嘿 嘿 嘿 完成了 登登 拼起來那個感覺 跟剛剛當完完全不同欸 拼起來很好欸 不錯不錯 但它組合的結構 我覺得也還算蠻鬆的 它這個應該不太適合 真的拿來整台這樣玩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 就是你很多玩具的時候 它都一直在那邊 然後一台錄影車的感覺 車組起來是這樣 然後也可以跟這些人 一起放在這台車上 因為它上面都有一些凸點 人偶他們腳上有洞可以去站這樣 然後只有翠絲 因為它一定就是要卡這兩個門 但它也有幫你設計進去 就是它這邊有兩個洞 所以翠絲這兩個剛好可以卡在這 那我們來把人偶全部上車一次看看 其實合體完整體我覺得 這個可愛度很高欸 我覺得能合體 然後又還這麼可愛 已經是很屌了 對然後卡鳳公爵是沒有 底下是沒有開動的 所以就讓它站在這 有一種追逐感的感覺 好 來做一下總結 這一套雖然上色一般各種貼紙 因為它就是一個兒童餐的玩具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表現 組合起來 這樣我覺得這真的非常厲害 來掌聲鼓勵 對我覺得算蠻好的啦 我個人是覺得這套真的是必須 買買買買爆你買買 有這一個不必要 對然後如果你看完想買的話 可以到這 好老闆娘購買 然後我送你廣播隊長 必須很可愛介紹的 搞不好 它會送你神秘小禮物 我覺得你們差不多可以搜尋一下 然後加入後補責進行介紹 然後再次感謝我今天的故意商 讓隊長可以介紹到這套 這麼屌的 麥當勞玩具總部員4 的兒童餐玩具 大概就是 Jazz 我是你們的 Loser B-E-N-N-Y 我們下次見 掰掰